植物本身这个食物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魔性 每次看到新长出来的性价就会很兴奋 大家都在追逐于鲜花 追求那种绽放 美好 饱满 但对于我来讲绿色才是主角 我们以前是个设计事务所 18年的四五月份 我们就开始真正去做了这样一个品牌 它叫马醉木 马大量地吃到它之后会醉 插在水里其实就能活 而且活的时间很长 我们叫植物的翻译官 就是说我们要把世界上我们了解的植物 有意思的植物 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述 介绍给大家 然后带给大家 这个是我们新培育的一种植物 我们叫它亚克力甲花 就亚克力花 它是一个永远可以活着的花 花甲琴真 虽然我给你的是一个讲话 但是我们的感情是很真切的 它也能够去绽放出来另外不一样的设计的语言和美感 做淘宝运营的这个过程 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经验 我们怎么能更多地去打动自己 我们才能打动别人 打动更多的朋友 在头脑风暴会上 然后我们就提说 如果说这个蘑菇挺可爱的 我们都特别喜欢蘑菇 然后小蘑菇攒在一个树下 特别可爱就是因为它小 然后来想如果把这个蘑菇放大一百倍 两百倍 从一个两公分的小蘑菇 变成一个两米高的小蘑菇 大蘑菇 再变成一个两百倍四米高的大蘑菇 会怎么样 我聊到这个 我们大家就止不住了那种兴奋 那种想去实现它的这种激动 就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马上去做吧 正好这个赵物节这个奇迹 我们就做了七个巨大的蘑菇 高的有四米高 矮的都有两米 我们就希望把这七个小蘑菇 这七个大蘑菇 然后带到城市的一些不同的角落 让大家感受到 当蘑菇变大时候的这种魅力 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 狄绿色有点远了 它只有楼下的一棵小空地 只有路边的一些树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小盆栽 既然我们可能没法真的去 每天像住在户外那么办公 那我们希望尽可能 借由我们的这个植物 带给大家这样 在树下办公 在树下能够吃饭 在树下能够喝咖啡的 这样一个感觉 在树前月下 你也可以安放自己的浪漫 安放自己的情怀 和所有的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称 食用